80后老内是一位美国人 此前热映的电影《长津湖》 狙击手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老内是河南女婿 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3年 如今和妻子孩子定居河南省会郑州 目前学习中国古诗 已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未来希望融会贯通后 成为更高级的中国通 近日记者见到老内时 他正在院内操着一口流利 而又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 朗读着一首首古诗 谭吉第一次接触中国古诗 老内告诉记者 是他25岁在新加坡旅游时 听到了李白和杜甫的一些诗 自此开启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我好像早有听到李白和杜甫 就在国外就听到了 这两个诗人一定是非常难理解 因为就是像中国人想理解沙士比亚一样 我肯定是要把那个语言了解得非常深 才能明白 所以我当时感觉是个非常遥远的东西 很难 很难就是 就是很高级的很高端的东西 老内介绍 在选择留学时 他依然选择了中国 中文对我来说就是跟英语力最远的那个逻辑的一个语言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那种挑战的人 来中国后 偶然间老内得到一次在电影里客串的机会 并点燃了他的演员梦 截至目前 他参与的影视作品已有70余部 我发现当演员 在中国也是需要讲汉语台词 所以很少有人可以一边讲流利的中文 还能演得比较像 这个很难 尤其是我发现很多中国电视剧 希望把一些知乎遮掩的东西放进去 我就觉得太难了 我是慢慢地通过这个就是提高了我的水平 采访中老内告诉记者 其实老内是他的小名 他的大名叫乾坤 随妻子的姓 2016年 他为爱情来到郑州结婚 安家 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内 在今年春节 用英文写了一幅寓意家庭美好的春联 挂在了自家门口 就是富有健康 发财 家庭 幸福等等 目前 除了演戏 老内还在河南一所大学教外语 教学之外学习传统的中国诗词 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李白和杜甫 经常合成大理度 小李白是谁呢 是李商银和杜沫 李白和杜甫 他们用的语言是很紧凑的 也可以激发我的对语言的挑战性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能把杜甫所有的诗都背下来 而且理解 我一定是达到最高级的一个中国通